受低压带雨 新南气流影响 气象预测今天起至8月29日 南部会有强降雨情形发生 今天上午有许多民众 趁着雨势不大赶紧出门买菜 发现菜类普遍上涨 甚至有叶菜类涨了两三倍 今天买什么菜 一刮叶 那平常一刮多少 二十 那今天呢 六十 下那么多天 会啦 都会涨要不然根本就没菜啦 下雨都有差别啦 有贵一点点啦 有啦 要过渡时起嘛 是不是啊 但是有时候 要看贵就少吃一点 便宜就多吃一点 当然青菜对我们来讲 是很健康的啦 休假前就有了吧 对啊 这两天 今天本来应该上班没上班 应该会涨更多 对于好雨成灾 民众早有预期心理 蔬菜会涨价 所以即使得多花点钱买菜 民众普遍都能接受 菜犯表示 近日去批菜 蔬菜不但量少 种类不多 平均价格约涨两三成 不过无论菜价高低 他们的利润都一样 对于菜价上涨 也很无奈 反正我们买桌 不买桌就正好 反正我们来继续 我们在贪的钱 就是都一点金材 贪商几个小 如果弄贯我们就是弄贯 绿贯我们就是统贯 那今天费菜有贵的 比较贵的 就是落壁 都泡在水 而拌下去 传统市场摊商表示 连日大雨造成农孙 已反映在菜价上 若好雨持续下不停 恐怕未来菜还会更贵 尤其短期叶菜类 因泡水烂掉 价格波动较大 想审荷包 建议民众可选择根茎类蔬菜 价格相对稳定 屏东新闻张如意卫德卫 采访报道